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Kathy 传统上来说,照顾家中有特殊需求的成员 大部分的家庭都落在母亲的身上 今天我们邀请了访谈的对象,是一位父亲 他一年前还是某大企业的高层主管 目前退休,但仍担任顾问一职 他有两个女儿,他说大女儿是他的小心肝 小女儿是他的小宝贝 她是女儿们的最大的依靠 小女儿一出生,家中充满了新生儿的喜悦 体重2800公克 比正常的婴儿小一些 但是孤溜溜的大眼睛 可爱的脸蛋,四肢健全 让医生和父母亲完全没有意识到 小孩先天的状况 渐渐的妈妈发现 小女儿似乎不能够与外界有很好的互动 出生后一个月,回医院做例行检查 才发现小孩是有状况的 现在欢迎渝广勋先生亲自来谈一谈 小女儿当时的情况 大家好,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 她是比预产期早了两个礼拜 那她出生的时候只有2800公克 是比一般人小一点 但是并没有非常的小 还算正常 但是她出生的时候因为有先天性的黄胆 所以在保温箱里面就住了五天 然后在医院里面待了一个礼拜 我们就抱回家了 一般来讲就是说小孩出院后一个月 再把她抱回医院就去做一个检查 在这一个月中间呢 那其实她在家里面 我们只感觉她比平常的小孩少一点哭闹 但是在这一个月过程中间 我们其实并没有发觉她有一些异状 那直到一个月回到医院之后 检查了医生听到她的心脏有杂音 然后才开始了一系列的检查 那大概从出生到一个月大概是这种状况 常常回想起来 在这一个月中间 因为我们不知道她的状况 所以难免我们对一个出生儿的喜悦 我们会去抱她 搂她 然后有时候甚至于会抱在怀里面摇晃她 可是你想想看 刚出生的婴儿她听不见 看不见 然后呢 她躺在那边 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所以我心里想她的心理的恐惧是非常大的 然后她也非常的这个应该是非常的震惊 然后不时有人这样去弄她 想到这一点我就很心疼了 你女儿的这些状况 医生有给什么建议吗 我们抱回去她出生的医院给医生检查之后呢 她给我们的第一个message就是说 她听到了心脏有杂音 然后那个医院的设备呢 并不是很完善 然后她建议我们到 另外一家比较大型的医院去做检查 那我们就听了她的指示 就到了花莲地区比较大的一些医院去检查 那那个医生听到之后 发觉也是一样她心脏有杂音 那接着做了一些比较仔细的检查 她发觉她有白内障 然后做了一些简单的听力测试之后呢 她发觉她也听不见 所以她就认为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状况 那这个医生也没有明白地告诉我们说 她是什么状况 她只是跟我们讲说 她状况有点严重 希望我们到台北去 做更仔细的检查 我们就做了一连串 大概两天吧 一连串的检查 就确定了 Judy是在母体中 因为感染了德国麻疹受了感染 她有先天性的白内障 让她的耳朵听不见 然后她心脏有杂音 是因为她的心肺之间的动脉狭窄 所以这是非常典型的这个 婴儿感染德国麻疹的一个症状 然后医生就建议我们说 第一个就先把她的白内障给去除掉 让她能够看得见 然后接下来就安排做一些心导管的检查 然后我们就照她的指示 然后Judy大概就在三个月的时候 就做了第一个眼睛的白内障的移除 然后在三个月之后又做了另外一个白内障的移除 那因为她白内障移除的时候呢 因为她那时候眼睛还很小 所以她没有办法马上的这个去装这个人工水晶体 所以在她开完刀六个月到六岁的时候 她都要必须要戴着这个非常厚的这个 大概两千度的这个近视眼镜 来辅佐她的视力 那这是她有关于眼睛的部分 然后在这个心肺动脉狭窄的部分 她大概在一岁左右的时候 就进行了心导管 用气球扩张术的方式 把她的心肺动脉就扩张成一般比较正常 那这时候她就感觉到她就运动量啊 整个的能量就开始比较大 然后做完手术之后 我们持续的每个月做检查 大概一直检查到她十二岁 而耳朵的部分呢 我们大概从三岁开始就佩戴助听器 然后但是呢 因为她先天性的 她的耳神经 听力神经并没有法语 所以效果不是那么的好 那后来我们在六岁的时候呢 就替她装了这个人工电子耳 那时候的人工电子耳的技术 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 所以她那个时候的判断的能力也不明显 然后因为电子耳她把所有的声音都放大了十倍二十倍 我们一般听到的风声秒叫 对她来讲都是一种干扰 都是一种杂音 甚至于在房间里面那个冷气的风扇的声音 对她来讲都是噪音 那我知道说在Judy这段期间 你本身你也是一个事业上成功人士 你当时我相信应该也是很忙 那你怎么样来照顾Judy 这个她这个事情对我来讲 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shock 在我们还不知道她有这种状况之前 那事实上我已经决定要换工作 从花莲到台北去工作 大概离家两百公里 然后在她这个 我们抱她去医院 了解这个整个过程中间 她已经确定是这种 德国麻疹感染的时候呢 那事实上第三天 我就要离开家去台北 然后对我来讲 那个时候真的是 觉得是非常的彷徨 我一个人要到未知的环境 但是我却把已经知道的这个重担 跟一些压力留给我太太 然后我那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的彷徨 因为一切都充满了未知 我在整个工作生涯中间呢 我的个性是比较势必公亲 我去参与 所以那时候我会非常的忙碌 我知道Judy这种状况之后呢 那我也知道说我必须要去调整 慢慢的改变我的工作态度 我把每一项我都要势必公亲 我就开始分成副职 希望我的team能够每一个人 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我做好主要监督的工作 同时也让我有一些比较多的时间 来能够照顾我的家庭 那当Judy渐渐长大以后 你们如何跟她沟通呢 Judy三岁的时候 我们就安排她到台北来 在一个有特殊教育的幼稚园里面 去上学 然后那个时候她带着助听器 也慢慢开始练习听 那个学校她并不强调教授语 她是强调就是说 希望把这些特殊的孩子 当作一般的正常的孩子来教育 所以那个时候她并没有强调授语 只有一些简单的一些 生活日常的这个授语的辅助 那所以我们在跟Judy沟通的时候呢 我跟我太太并没有学授语 所以我们跟她沟通的时候 还是用一些这个手势 或者是把她Judy带到 这个东西的前面 去告诉她说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或者是我们这个用很 一些手势告她说 这个是不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的 然后她也在这个过程中间 跟我们做一些互动 那我们大概就是做这样子的沟通 那因为家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女儿 那我想知道就是说 怎么样在大女儿跟小女儿之间呢 做一个平衡的工作 其实我对我大女儿蛮愧疚 蛮不好意思的 因为我的重心几乎都在小女儿身上 然后所以我大女儿 难免会疏忽她 难免会疏忽她 那我知道她有时候会不平衡 但是我因为我的心力 必须要花在小女儿身上 很多她的重要活动 我都因为照顾小女儿 我没办法去 但是这一点 她妈妈就做得比我好 她妈妈就会知道说 大女儿有一些不平衡 会花有一些心思 会去照顾她 在女儿还小的时候 你怎么样跟你的大女儿沟通 说OK家里是这种状况 妹妹是这种状况 其实我们并没有跟她明白地讲 是说讲得很清楚 说女儿就这个样子 你的妹妹是这个样 或是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 她自己其实能够体会 因为从她爸爸从小抱她开始 后来转变成爸爸每天抱妹妹 她慢慢慢慢地 她就会了解 然后等她稍微大一点之后 其实她就知道 她妹妹是这种状况 当我讲真的 她对她妹妹也是 非常的细心地照顾 这一点我觉得她做得很好 可是我在旁边观察 我发觉是说 我这个大女儿真的对妹妹很好 也非常的有爱心 请你聊一聊 你们家里面的生活的情况 这一点我非常感谢我岳母跟我太太 因为我做工程人 所以我成年在外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在整个我不在的时候 在整个家庭里面 由我的岳母来负责照顾我两个女儿 这点我非常感谢 那因为后来我们家就搬到台北来了 那我太太在花莲有工作 所以她必须要也对她的时间做一些安排 我如果没有在工地的话 我晚上我大概都尽量在六点钟以前 能够回到家 每天晚上我必须要把Judy的功课 整个都看好了 也教会她了以后 才放心的让她去睡觉休息 我们家一定替每个成员过生日 像Judy Jare 我太太过生日的时候 母亲节 我的生日 我们家都会买个蛋糕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 大家把蜡烛点一点 然后大家一起唱个歌 然后吃吃蛋糕 非常的有这个仪式感 就是其实也不能讲说非常仪式感 就是一般人家做到的 我们都尽量做到了 很好 然后再来请教一下 就是说你身为一个父亲 在支持或照顾Judy的这个事情上面 你个人认为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父亲 他整个过程中的参与 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我照顾他的过程中间 我发觉从幼稚园开始 一直到他大学 甚至于现在 这种家里有残障子女的这种活动中间 通常出现的家长都是妈妈或是外婆奶奶 然后爸爸出现的机会好像很少 所以我常常发觉是说 我不能够让只有我太太去面对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的家庭 这是我们共同的这个问题 我必须要支持我必须要能够他的每一场活动我都参与 我不要让他觉得是说好像只有妈妈会来爸爸不会来 然后所以一直到现在 包括我的一些公司的一些活动 然后甚至有一些这个高阶主管的聚餐需要带家人的 我都是一样带着我太太跟Judy去参加 我要让他觉得是说我是重视他们的 他们就是我家庭的成员 然后这不是我的一些负担 我们的家庭就是这个样子 我必须要能够对待他们 要像对待一般人一样 对Judy方面 你认为什么目前来讲 对他什么是最重要的 目前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训练他 能够独立生活 能够生活自理 那这点在生活自理方面 他已经没有什么问题 那现在唯一一点 我现在还在训练他 就是能够外出 采买一些东西 或者是说对这个 跟一般人的接触 要能够不要那么的害羞 他现在在外面跟一般陌生人接触 他还是有点害羞 所以我现在就是能够 希望能够训练他 努力 这就是一般有残障家庭成员的父母亲的一个担忧 那我想再请你聊一聊 那Judy她自己的状况 她心理层面上面会有自卑的感觉吗 我觉得会 因为她非常的敏感 她人际互动 她希望跟每个人互动 她也希望每个人了解她的状况 所以她跟每一个人一开始见面的时候 她就会跟她讲说 她听不见 我想她这个的目的就两个 一个就是告诉你说 我听不见 你可能需要比较多一点的耐心 或者需要用其他方式来跟我沟通 那第二一点呢 她也希望她不要被人家疏忽掉 但是这个真的是难免 那你也晓得通常 有时候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讲 吃饭的时候大家会互相聊天 互相讲的这个兴高采烈 但往往她一个人就坐在旁边 因为她没办法加入 我觉得她会有一些自卑或是畏惧 所以她到现在就不喜欢我们有家族的聚餐 然后呢她在学校里面呢 叫同学有一些肢体语言 事实上是无意的 那她就会认为这是大家对她的不友善 对她的挑衅 那事实上是人家这个可能是很无意识的 或者说某一个这个她 她只是看到那一刹那间的东西 但她就非常敏感 所以她到现在为止 她就不喜欢人群 那这一点我还是要慢慢的训练她 要有所突破 要不然的话她将来这个 太孤独的话 对一个人的生活 对一个人的这个整个的成长的过程 也不是很高 所以你跟你太太都有想办法 想要去开导她这方面 有啊 所以有时候会强迫她 我们会带她去公园走一走 带她去百合公司逛一逛 要接触到一些人群 甚至于我现在每天带她去游泳 然后我就会发觉她跟这个游泳里面的这个 因为我们那个游泳算是一个club 所以我就发觉她跟那些的会员 跟那些就每天去聊得很开心 您这样一路走来 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 我算是比较幸运 我能够给她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我能够给她一个 让家庭没有经济负担的压力之下 能够很快乐的成长 那我觉得每个人家庭状况不同 那我是比较幸运的是说 我能够给Judy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我们家也 我们家的经济 也没有什么经济的压力 那这个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Judy能够很快乐的成长 我觉得在她成长的过程中 最大的挑战就是 怎么样能够让她快乐 然后不只她快乐 也让我们的家庭里面的成员 每一个人都没有什么压力 那在这种条件之下 我觉得对Judy的成长是比较正面 那最后想请问你一下 你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跟观众分享的 就是身为一个父亲的一个角度来看 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能够健康 这是最重要的 但是当一旦你发觉你家里的成员 有出生开始就有这种状况的时候 我想家庭每个成员都要有一种认知 大家要互相的沟通 互相的支持 而不用去互相的指责 然后最大的事情呢 大家都要去参与这个过程 大家不要用逃避的心态 因为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唯有参与才能够把整个的过程中间变得非常的圆满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小孩都是健康的 但是当你发觉有这种所谓的天使来敲你家门的时候 你千万要记住 上帝如果关了一扇门 一定会开一扇窗 这个窗一定会有光照进来 谢谢余先生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感谢你 那我们今天访谈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 拜拜 再见 拜拜 谢谢余先生今天的分享 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 一个多重障碍孩子 从小到大的成长 为人父母和全家人同心协力 相互体谅 照顾这位家庭成员 他们的辛劳我们都看到了 在这个视频 我又发现了 在他们家里面 沟通和爱 是他们的秘密武器 让他们的小女儿可以快乐生活 全家和乐 希望这个视频给大家有更多的启示和帮助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见